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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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您有儿孙 父亲也有自己的子女 您并非鼓励无援 我们也很感谢虽然非亲非故 但一年多来放弃休假 真正24小时一直在病房里陪伴 照料父亲的印度尼西亚看护 他说 平心涛是很重隐私的人 琼瑶公开他病情的做法 平心涛应是不乐见的 平家子女很乐意照顾父亲 琼瑶可放下心中的重担 出去散散心 筹备心戏 写心的笑说 家务是不必再贪 在阳光下 平心涛子女的立场 对这位与自己父亲相爱了50年的继母很不谅解 平云此番声明还是重提了当年琼瑶 对自己母亲造成的伤害 平心涛儿女对琼瑶喊话 蒋爸爸还给我们宝在平云发表声明后 琼瑶并未直接响应 他在脸书上PO出一篇《我是一师》 《我不要被插笔未管》的文章 表明他的态度 平心涛儿女对琼瑶喊话 蒋爸爸还给我们吧 琼瑶和平心涛当年一位是女作家 一位是出版人 两人因书而相知相识相恋 当年当年平心涛猛烈追求琼瑶时 他曾苦劝平心涛 请你回你的家 千万不要离婚 我有我的自由和人生 我们各自尊重 琼瑶说 我们相爱那年平云才五岁 他说要在平云十五岁那年才能离婚 结果他真的纠缠我到我无路可逃 也真的在平云十五岁那年离婚 他离婚后 我正过着很自在的单身生活 随他怎样求婚 我就是不答应 他依旧打死不退 三年后 才终于娶到我 并透露最漫长的十六年 还有很多追星刺骨的故事 平心涛儿女对琼瑶喊话 蒋爸爸还给我们的琼瑶和平心涛两人 在娱乐圈创造出相当大的成就 看得出平心涛对琼瑶是百般呵护 诗志前仍是情书不断 即使生病初期 琼瑶为平心涛换药 他还是满口甜蜜语 全天下那有人那么有幸能由琼瑶夫带换药啊 不过两年不到 平心涛也认不出琼瑶是谁了 琼瑶望着住住外平心 涛曾为他捕着的花园 真是真气花草 由于依旧 而人是全非拘留周杰伦 你的愤怒也是周杰伦市的 在4月30日晚上第二场演唱会上 因为前排有歌迷的灯牌 被现场安保人员扔掉 周杰伦情绪失控现场 怒吼安保人员拱出去 随后冷静下来通过微博道歉 但是直到现在 对于周杰伦的愤怒 仍然在网络上发酵 除了认为周杰伦道歉不够真诚之外 对于警方是否应该拘留周杰伦 也引发了争议 有人就指责周杰伦 煽动歌迷攻击民警 是涉嫌寻衅滋事 不过北 经时间瑞平认为 直到现在 此事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展示 而很多人的愤怒 跟当时周杰伦的愤怒 没有什么区别 首先一个问题是 被辱骂的这个人是警察吗 有人以周杰伦当时喊无安 认定被辱骂的一定是警察 但显然很多人 并不能确定当时 被周杰伦怒视的 这位安保人员的身份 实际上至今警方 也没有明确的表态 倒是有个陆大微信誓 淡淡的说那是警察 是武警 是特警 很好奇他们的信息来源是什么 毕竟他们很多人都在北京 上海 宁夏 他们是怎么知道现场人员身份的呢 当然 不论是保安还是警察 又或者其他安保力量 都不应该被辱骂 不过在没有确认此人身份前 批评周杰伦道歉 是说安保是回避问题 就显得没有依据了 其次 现场对于灯牌的管理 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 实际上演唱会 有歌迷携带灯牌是非常常见的 既然携带进去了有人要举 起来也很合理 那么为什么一个在演唱会常见的举灯牌行为 会遭到安保人员制止呢 由此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是 究竟这位歌迷是否有过激的行为呢 对此网上有一个说法 指责女歌迷站在凳子上 挡住了身后的人 并且经多次劝说无效 这才有了灯牌被收走的结果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 安保人员的做法当然无可厚非 问题是这个说法的出处是哪里 有警方的证实吗 有这位收取灯牌安保人员的证 是吗 实际上 目前可以确认的事实 除了视频中周杰伦的不当举动之外 并没有试清的前因后果 甚至连那位安保人员是否真的被迫离场也不清楚 那么如今对周杰伦表达愤怒的诸位 是否想过 为什么几秒钟前周杰伦还在用Hello 跟他认为的公安说话 后来就突然爆发出滚的怒吼 根据周杰伦的道歉视频 他是不清楚事情原委 误以为歌迷受到了伤害 出于心疼歌迷的想法 才情绪失控 反管如今网络上怒气冲出的网民 同样也不清楚事情原委 出于心疼民警的想法 才出来怒斥 这样的愤怒虽然是针对周杰伦的 但同样是周杰伦式的 而如果这些愤怒的人可以冷静下来 应该会明白 真正最了解情况的是西安当地警方 是否应该拘留周杰伦 也是由当地警方 在经过考量后做出决定 而不是靠网民的心疼 当然 不论被骂者的身份是谁 也不论事情有什么原委 周杰伦用拱侮辱公安的做法 本身是错误的 所以要求其诚恳道歉 本身也是应有之意 至于说现在的抱歉是否诚恳 相信自有公论 瑞平君也就不做评价了 只不过瑞平君相信西安警方 已经采取了足够专业 足够合理 足够有效的做法 此时用周杰伦式 愤怒出来叫让采取进一步措施 姑且不论是否现实 似乎也在给西安当地警方施加压力 将一件本来处理完毕的事件再生波折 这样真的算 是心疼警方吗 不过瑞平君倒是支持那位被辱骂的安保人员 直接以个人身份向周杰伦为权 要求他当面抱歉并赔偿 毕竟挨骂的是这位安保人员 而抱歉则没有针对他个人说什么 至于周杰伦本人 以后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听他的歌了 不管他再抱歉多少次 再次从来不停下来